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继续咱们的失踪系列 今天来说说失踪的女儿 2015年10月8号 一对30多岁的夫妻 匆匆忙忙的就赶到了 安徽省邦步市淮远县公安局 乳权派出所 干嘛报警 夫妻俩说呀 15岁的女儿小倩 忽然不知道去哪了 失踪了 怎么也找不着了 小倩的爸爸说 10月5号上午 是我把女儿送到学校里的 当时呢 正是国庆假期 学校还在放假呢 但小倩说呀 她想先去学校准备准备功课 所以就提前回去了 女儿小倩这么懂事 夫妻俩很欣慰 可没成想 10月7号傍晚 他们就接到了小倩的班主任 打来的电话 小倩怎么没按时返校啊 原来在7号晚上的时候 应该上晚自习啊 开始点名啊 老师没见到小倩 这才给父母打个电话 想问问为什么没来上课 小倩的父母一听很纳闷啊 不对呀 5号就送过去了呀 怎么没去呢 小倩的父母啊 确实是着急了 晚上就赶到了学校 到学校之后 配合着老师 一直在找小倩 父母 老师 同学 亲朋好友 都发动了 大伙啊 找了整整一晚上 还是没见到小倩的踪影 谁也不知道 这个15岁的年轻女孩 如今人在哪儿 到底干什么去了 小倩到底去哪儿了呢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决定首先 从学校附近的监控录像入手 在小倩父母的指认之下 警方很快啊 就找到了 10月5号当天早上 小倩爸爸送女儿 进入学校的一段监控 在这之后的录像之中啊 始终没出现小倩 从学校离开的画面 最后是在晚上 8点多的监控录像里 小倩的父母 才终于辨认出了 女儿的身影 10月5号 晚上8点55分 小倩出现在视频里 是从西往东走的 看上去啊 非常活泼啊 非常阳光的 这么一个女孩 那么这个监控摄像头 是安在哪儿的呢 是学校门口的 一个视频监控 从距离和方位来推算 小倩应该是刚刚 从南校区的宿舍里面走出来 虽然距离离得很远 拍到的只是一个背影 但是仅仅从这背影上 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15岁女孩 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活力 小倩去的方向啊 是当地一条很热闹的街道 小倩越走越远 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既然这个监控 捕捉到了小倩了 那么沿着路上就找呗 看其他监控呗 是不是也能拍到 小倩的身影呢 但是啊 其他的视频监控 都没找到小倩 后来小倩的同学呀 给了一个提示啊 这是个重要线索 说小倩当时在QQ群里说 可能是想去吃麻辣烫 警方呢 就又到了那个麻辣烫店里边走访 这一问才得知 小倩从学校出来 确实去了这家麻辣烫吃去了 那吃完之后又去哪了呢 这条街道啊 东西两头 各装着一个监控摄像头 从这两端进进出出的车辆行人都能拍到 除此之外 因为这个地方啊 它有学校嘛 所以啊 一些食品店啊 小书店啊 包括一些小医院小诊所啊 跟学校相关的小店特别多 沿路上啊 不少的店都有一些民用的监控摄像头 拍摄到的视频 虽然没办法做到无缝衔接吧 但是通过仔细的梳理 警方从中还是有了重要的收获 5号晚上9点40左右 就看到啊 有一个图像 非常像小倩 这个监控呢 是装在路边一个书店内部的一个监控啊 就是从这书店里边对着外边拍的 对着街道 正好就捕捉到了小倩 一闪而过的身影 在这个监控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里 警方没有发现小倩旁边 一起有同行的人 是没有的啊 没有小伙伴 从这段视频里能够看出来 小倩是往东走的 也就是返回的那个方向啊 如果说他确实返回了东边 那么学校门口最初拍到他的那个监控视频里 一定是能够找到小倩回来的图像的 但是民警一秒一秒的看 一针一针的看 始终没发现小倩回来的身影 那如果小倩没往东边走 会不会是从西边走出这条街道呢 民警啊 又对着西边路口的监控录像进行监看 也没有发现小倩 这时候我估计各位听友也都在想 有没有可能小倩根本就没离开这条街道呢 民警对沿街的所有店铺进行走访调查 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线索 事情进展到这儿 专案组决定扩大调查范围 把调查范围啊 扩大到合肥去 为什么呢 因为小倩是一个月之前才从合肥当地的学校转到了怀远的这所中学来读书的 因此小倩的很多朋友都是合肥的都不在本地 而在合肥呢 小倩呢 学习很优秀 符合怀远这所重点中学所要求的分数 他是当年9月1号才到这所中学来读书的 警方派了一组人马到了合肥去调查 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有什么进展 一点信息也没有 令人失望的是什么呢 合肥那边的情况啊 跟怀远这边一样 同学也好 朋友也好 谁都不知道小倩去哪了 小倩的父母啊 就在这种焦虑着急担心悲伤啊 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中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小倩平时特别痴迷于韩国的一个演唱组合 好多小姑娘啊 都喜欢追这些演唱组合是吧 蹦蹦跳跳的啊 一个个长得都挺帅的 那么小倩不告而别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姑娘啊 别看人学习成绩好 但是也不耽误人家追星 喜欢唱歌 说韩国哪个明星过来开演唱会 小倩曾经专门花过2000多个钱买票 几个同学一块去看去 这时候小倩父母就想 是不是又去这些什么歌友会啊 演唱会了呀 可这个可能性很快被否定了 因为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民警了解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有一个跟小倩要好的同学说 小倩在前两天在跟自己聊天的时候 特别特别开心的提到了一件事 小倩在网上啊 认识了一个男孩 说这男孩长得特别像一个韩国明星 这个男孩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来怀远看他 小倩半开玩笑的跟自己朋友说呢 这个男孩子就是我的男神 民警赶紧调查这个人的情况 发现这个男孩正好就是在小倩失踪的当天晚上 也就是10月5号来到的怀远 小倩失踪当晚 她在怀远 而且她是从合肥过来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某种事情 他们两个产生了矛盾 最后导致小倩的悲惨遭遇呢 这个网上的好友啊 看似跟小倩很熟悉 可实际上她就是网友 在现实之中那就是谁也没见过谁的陌生人 就因为长得呀 像那韩国明星 很快就获得了小倩的信任 从而约着见面 这个网友出现在怀远的时间 正好跟小倩失踪的时间互相重合 这就让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造成小倩失踪的真正原因 民警调查这个男孩子的时候啊 就了解到这个人呢 到了怀远之后入住了一家宾馆 民警马上又调取了这个宾馆的监控视频 可是通过视频来看的话啊 这个男生呢 是晚上八点多入住的宾馆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退房 在这期间 他可没出过房间门 那么这视频就证实了 这个人没有作案时间 这个网友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有这么一个重要线索到这儿 被排除掉了 没有价值了 那么接下来的侦查 该往哪里进行呢 咱们呢 再将目光回转到小倩失踪的那条街道上 那条街道一点也不偏僻 是当地老城区一个挺繁华的路段 小倩在这么一个地段 无缘无故的 就失踪了 人间蒸发了 只进不出 要么是在这段路上出了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您各位肯定也想到了 就是被人用交通工具带离了这条路 警方决定对这条街道的相关视频 进行全面梳理 找寻所有的可疑车辆和可疑人员 就在警方抓紧寻找小倩下落的同时 110啊 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比寻常的报警信息 当地呀 有一条河叫郭河 这个郭呢 其实就是漩窝的那个窝 但是放到这个地方 它就是郭啊 在郭河二桥东边 有这么一户 有个院子 院子外边有棵柿子树 在柿子树下面 发现了一具尸体 民警接到报案之后 马上赶到了发现尸体的现场 到现场之后啊 就看见这柿子树底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纸箱子 然后这个尸体的一部分是在纸箱子外面的 警方迅速开展现场工作 一步一步的勘察 检验就往下走呗 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尸体的包裹物就打开了 最后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句女尸 眼前的一幕 让民警的心呢 可都提了起来 这句女尸到底是谁 受害人是不是失踪的小倩 法医的勘察进一步检验 让民警确定了这些天一直悬在心里头的那个沉重的推断 受害者 这个死去的小女孩就是小倩 整个专案组啊 在看到尸体之后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是义愤填膺啊 因为现场就告诉大家 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底是有多么的残忍 小倩的手脚是被捆绑的 腿部有锐气进行刺砍形成的伤痕 通过实体解剖之后 法医最终断定 小倩应该是窒息导致死亡 对现场进行开演之后 警方也确认 这里不是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 这儿啊 应该是抛尸现场 在抛尸现场 这棵柿子树底下 除了一个大号的纸箱子之外 民警呢 还发现了一件特别的物品 是一件蓝色的雨批 从这个纸箱子和雨批上 警方能不能获得重要的线索 能不能打开突破口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啊 在这个抛尸现场 发现有一个大纸箱子 还有一个蓝色的雨批 如果说小倩是在其他地方遇害的 那么这件蓝色的雨批和那个大号的纸箱子 就应该都是犯罪嫌疑人 抛尸的时候用来遮盖尸体的 不过仅仅从这纸箱子和那件蓝色雨批 就想推断出来凶手是谁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警方决定啊 还是把视频侦查作为突破口 小倩最后出现的画面 就是在学校附近 这条热闹的街道上 这条街道只有东西两个出口 既然两头的监控 都没拍到小倩离开的图像 那么小倩遇害的第一现场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条街道的区域之内 而凶手当时就藏身其中 警方决定从10月5号到发现尸体的10月10号 中间这几天 所有经过这条路的所有的车辆 所有的可疑人员全部进行排查 小倩当天晚上留下的视频图像显示 她是8点多进入这条街的 后来在街上小倩跟朋友聊QQ的时候 说自己想去吃麻辣烫 后来经过调查得到证实了 咱们刚才也说了 小倩的身影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 是当天晚上9点40分的时候消失的 而在这个时间段 这条路上依然是很热闹的 还有很多店面还在营业呢 所以警方认为 小倩在路上被害的可能性 几乎就等于零 一个犯罪嫌疑人 你胆子再大 你不可能人来人往的时候 你杀人吧 这条东西走向的路长度不到300米 谁能想到一个年轻的花季少女就在这样一个区域里面被人残害了呀 警方就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在这有住房或者是有经营的门面 凶手作案之后呢 把尸体抛在了县城西北方向的堤坝附近 作案地点和抛尸地点之间有着很长的距离 警方通过测量 这段距离好几公里呢 那么凶手肯定得需要交通工具来运送尸体 那么他在运送尸体的时候就必然会经过东西两头的监控摄像头 警方啊 首先是仔细的查阅10月5号以及10月6号凌晨的监控 可是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虽然暂时没有收获 但是专案组相信他们对于案件的分析和对嫌疑人的刻画是比较到位的 只要坚持总会看到结果 警方在排查到10月7号凌晨的监控录像时 发现有一个人开着一个电瓶车 行为非常诡异 这个身影让专案组所有的人都意识到 这些天他们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人终于出现了 在当天凌晨的时候啊 下了一场夜雨 一个穿着雨劈 骑着电瓶车的人就出现在那街道上 为什么说他可疑呢 就因为啊 在他电瓶车的后边装着一个挺大件的东西 当然啊 通过录像来看 你不能确定 这就是现场的那个纸箱子 但是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一个方形的一个物品 更可疑的是这个方形物品上边覆盖了一件雨劈 虽然是晚上 但是依然能够看出来盖在上面的就是蓝色的雨劈 差不多大小的方形物体 一件蓝色的雨劈 这跟现场就对上了呀 啊 这个人的出现让警方非常的兴奋 不过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事情还只是推测 还得需要有更加确实的证据来佐证 那么警方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7号凌晨0点34分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人 他是干嘛去的 他到哪去了 如果说这个人就是凶手 身后带的就是小倩的尸体 那么他一定是奔着抛尸地点去的 可再一追寻这个人的踪迹 顺着监控摄像头这么一查 不对呀 他行驶的方向不是奔着抛尸地点去的呀 反而离抛尸地点越来越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民警疑虑的时候 在下一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 却发现这人突然拐弯 这次拐弯之后 行驶的方向可就是朝着抛尸现场去的 这个路线走的呀 比最近的路啊 就正常大伙走的路 远了得有一倍左右 但是这两条路有什么区别呢 走近路 那么你经过的都是繁华的区域 都是大街大马路 他选择的这条路呢 远但是足够偏僻 看来这个人是特意选择偏僻路线 躲避行人躲避车辆 民警继续追踪 从一些细节上又发现了这个人的疑点 这段路上啊 有减速带 一般情况下咱们骑着电瓶车 对吧 那有减速带的时候 你骑慢点 就从上面压过去就得了呗 他呢 通过这路段的时候 特意的绕开减速带 好像就生怕 这电瓶车后边带的这物件 通过减速带的时候被颠下来 我们平时过减速带也会小心翼翼 但是他的这种小心翼翼 显得那么刺眼啊 那么突出 而最后这个人消失的区域 让他的犯罪嫌疑再次上升 因为他最终消失的那个区域 就是锅河的最北端 离抛尸现场只有600米 如果这个人就是凶手 他抛尸之后应该会返回 但是民警观察了很久 始终没发现他返回的踪迹 抛尸现场是在堤坝之下 而从这个堤坝往东延伸 有一个更偏僻的区域 可在穿过这片区域 就会有一条路 会连接到村子里边 那么这个路 这个巷子叫棺材巷 后来警方就发现在7号凌晨 棺材巷最东头的监控录像里 有一个可疑的人影 就是这辆电瓶车 后边的那个类似箱子的物品 还有盖上边的蓝色雨坯 没有了 显然这个人是选择了 另一条更偏僻的路 而不是原路返回 通过比对一些细节特征 警方最终确认 这个人就是之前在抛尸现场附近消失的 那个嫌疑对象 从他在锅河北段的那个监控录像里消失 到在棺材巷的监控录像里出现 中间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一个小时他一定是经过了抛尸现场 时间也吻合完全能够完成抛尸这样一个过程 接着顺着视频查他吧追踪他吧 就发现他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 这个人呢 骑着电瓶车就到了一个小巷子里边 通过调查得知 这小巷子是个死胡同 这个死胡同止住了五户人家 那么他拐进这个巷子去 是干什么呢 五分钟之后 他又从这巷子里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雨衣不见了 雨一直还下着呢 并且下得还不小 本来穿着雨衣呢 后来把雨衣脱了 淋着雨又出来 这就很诡异 他呀冒着大雨 在夜色之中骑着电瓶车又走了 他呢 没有返回最初小倩被杀害的 那个街道 而是来到了一家足疗店 如果说他到了足疗店 到前台付款了 那么警方就能捕捉到 他清晰的正面头像 因为一般这种店 他都有这个监控视频 很可惜呀 这个足疗店呢 前台视频的角度有点问题 能看见这男的 但看不见这男人的面部 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 九点多 在这足疗店 另一处监控画面里 专案组终于获取了关键信息 得到了这个人的正面头像 并且是非常清晰的正面头像 要光看这个图像拍下来的 这人的长相 感觉还是比较儒雅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走出大门 骑上了那辆电瓶车 离开足疗店 路上他又停下来 进入了路边的商店 等他再从商店出来的时候 身上啊 又多出来了一件雨衣 他又买了一个雨衣 这就更可疑了呀 啊 夜里雨下那么大 你有雨衣 故意拖了 淋着雨出来啊 这家伙现在雨没那么大了 你这又进去买一件去 这不闲的吗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嫌疑人之后啊 并没有返回案发第一现场 也就是小倩遇害的那条繁华街道 而是开进了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 据此民警判断 这个人的主要活动场所 应该就是小倩遇害的街道 以及他此时进入的城中村 于是专案组呢 就又调取了城中村附近的 所有监控录像 果然在这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这个人出没的身影 10月6号 也就是小倩遇害第二天 晚上9点44分 嫌疑人从小倩遇害的那条街道 走了出来 然后右转步行 到了城中村里去 夜里10点12分的时候 从城中村 骑了一辆电瓶车出来 然后经过了摄像头 就进入了这个警方划定的重点区 这重点区就是小倩遇害的那条街道 再往后发现他的身影 就是10月7号凌晨冒着雨 用电瓶车带着那个箱子式的物品 去往了抛尸现场 看来这嫌疑人之前去城中村 就是专门为了骑电瓶车和取工具的 至此 警方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明确此人的身份 为了慎重起见 专案组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民警 去相关区域摸牌情况 很快就有了反馈 这个嫌疑对象呢 姓于 他呀 在小倩遇害的那条街上 经营了一家奶茶店 于某的相关信息 和警方一路追查的 那个视频中的嫌疑人 完全吻合 这时候 警方就明确了 这个嫌疑人 这个看上去挺儒雅的人 他就是杀人恶魔 为了稳妥起见 警方凌晨四点的时候 四十多名警力部署到位 全部穿着便衣 全部开着民用车辆 经过彻夜的守候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零六分 几个抓捕组 同时行动 第一时间控制了于某 杀害小倩的凶手 终于落网了 他呢 知道自己赖不过去 很快交代了 杀害小倩的犯罪事实 原来案发当天晚上 十五岁的小倩从宿舍走出来 去吃麻辣烫 之后呢 没有返回学校 想喝奶茶了 就去了斜对面的奶茶店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侧影 就是在这时候拍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 当时书店的监控摄像头 显示小倩啊 往东去了一点 就是奔那奶茶店去的 这个奶茶店老板 就是凶手于某 小倩到这之后 喝了一杯奶茶 喝完之后呢 没有急着走 而是在这奶茶店里 用着奶茶店的无线网 蹭蹭网呗 是吧 聊聊天啊 看看什么东西啊 这于某呢 就越看 越觉得小倩漂亮 就有了非分之想了 当时啊 就鬼迷心窍了 他说呢 当时也有思想斗争 但最后还是邪恶的念头啊 就控制了他 他就决定要强奸小倩 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沉浸在网络里面的小倩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 这于某啊 观察了一会儿 感觉路上过往的行人越来越少 就开始实施了他的恶行 他对小倩的强奸行为 遭到了小倩的激烈反抗 眼看不能得逞了 于某呢 害怕小倩呼救 也害怕暴露自己的罪恶 就决定对小倩下死手 他呀 就捂住了小倩的嘴 又掐住了小倩的脖子 就这样 活活的掐死了 这个花季少女漂亮的小倩 杀害小倩的傍晚 他没有实施抛尸 而是一天之后 先从自己位于城中村的家里 骑出来电瓶车 10月7号凌晨 趁着夜幕掩护 这才将小倩尸体放到了电瓶车上 跑到县城西北方的 锅河二桥附近 回想所作所为 于某说呀 我自己都感觉耻辱 他说我做的这事情 是不可饶恕的 如果在古代 我这应该千刀万挂 不过无论这个恶魔如何的忏悔 也换不回本应该有着 更美好的人生的 有着无限希望的花季少女了